歡迎收聽大紀元新聞 請聽大陸新聞 廣東洪災低樓層被淹 車被沖走 近日 中國南方地區遭遇強對流 暴雨 冰雹等極端天氣 多處發生險情 其中 廣東省週六 二十日已有32個水文站超過警戒水位 未來部分河流將出現洪峰流量 打50年一遇 4月20日 廣東趙慶 清遠 韶關洪災嚴重 有視頻顯示 當地樓房一樓被淹 汽車被沖走 然而 民眾只能自行撤離 網傳視頻顯示 21日廣東清遠市清城區洪災嚴重 洪水湧入地下停車場 馬路上開車如開船 清遠市陽山中學也被洪水淹了 校門口一片汪洋 廣東趙慶淮籍也遭遇洪水 街道全變成河道 清遠市清城區教育局4月21日發通知稱 據清遠市氣象部門預測 4月21日至22日 清城區將有持續性暴雨到大暴雨 決定4月22日星期一全區中小學校幼兒園停課一天 校外培訓 托管機構停止服務 據水文氣象部門監測 4月20日早上8時至21日早上8時 廣東省中北部有暴雨至大暴雨 降雨主要集中在 趙慶 韶關 清遠 江門等地 截至21日早上8時 廣東全省有27個水文站 水位超警界 預計21日 西江流域赫江 北江流域連江 隋江 穩江部分河段 將出現50年遺域的洪風水位 防汛形勢嚴峻 另有視頻顯示 20日廣東韶關洪災 居民呼喊 墻都倒了 居民小區的一堵墻被洪水沖倒 洪水沖過來時 汽車 自行車等也被沖走 還有畫面顯示 民眾處於洪水中互相扶持艱難前行 還有一段視頻顯示 當天 廣東韶關街頭被洪水淹沒 洪水的位置已经快到成年人的脖子了 一男子推著電動車在洪水里前行 他的全身都沒在洪水里 只剩下脖子以上還能露出來 20日 廣東清遠同樣遭遇洪水 馬路被洪水淹沒 而且居民家的房子一樓幾乎被淹沒 趙庆也出現洪災 居民樓的一樓正在被淹 官方沒有任何救援措施 民眾只能自行撤離 廣東省水文局4月20日發布消息稱 受墻降雨影響 當天14時 全省有32個水文站超過警戒水位 官方預計4月21日至22日 北疆支流廉江高道 昂壩 飛來俠等水文站流量 將出現洪峰流量 打50年一遇 受暴雨的影響 4月20日 京廣縣途经韶關 應得境內的部分朴素列車停運或折返運行 截至4月20日12時48分 廣州白雲機場延誤一小時以上 仍未執行出港的客運航班為105班 機場航班大面積延誤 應急處置響應等級升級為橙色 4月20日6時 中央氣象台發布了強對流天氣黃色預警 暴雨橙色預警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參 被視為長生不老的上等補品 在韓國出產的高麗參 還有活化機體作用的多種有效成分 可增強免疫力 是疾病無法入侵 被稱為萬靈補品 高麗參 分野參與栽培兩種 由於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藥用的人參 又有參曬參 白參 紅參 等不同的成品規格 玄寶黑參口服液以100%韓國優質6年高麗參為原料 根據朝鮮王朝醫學寶典 東一寶建 記載的九爭九鋪方法 純手工製作而成 高麗人參含有34種人參灶代成分 遠高於西洋參和三七參 另外 人參灶代RA、RF、RG3、RH2 為高麗人參獨有的成分 經九爭九鋪製作後的黑參造火興致進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體制人均可服用 解決了人們長期關注的吃高麗參上火的問題 提高了有利於人體吸收的多種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參灶代RG3的含量比紅參高八倍 人體對玄宝黑參中的人參灶代的吸收率高達80%以上 是紅參的6倍多 是白參的16倍 點擊視頻下方的鏈接 輸入優惠碼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費郵寄 這期新聞就為您播報到這裡 謝謝收聽 下次再見